大家好,修修今天跟大家分享最近特别流行的一种QQ糖的制作方法 先将准备好的橘子皮剥掉 本来想是用橙子的 这不现在是特殊时期,也难得出去买了 家里有现成的,咱们就用现成的吧 剥好的橘子,再将它掰小块 装入料理杯中 加少许清水,能够将橘子打成汁就可以了 打好的橘子汁再隔渣锅粒 撇去粉末 取其中50克 加入60克棉白糖 60克未添加白砂糖的纯藕粉 用筷子将它们混合均匀 不加糖也是可以的 搅至这样细腻不颗粒的糊就可以了 将它倒入量杯中 方便接下来的操作 将它慢慢的倒入模具中 没有像我这样的模具 就直接用家里的碗或是方形的容器 都是可以的 它不影响橙皮的口感 锅中提前烧一开水 水开放入锅中中小火蒸10分钟 10分钟后关火将它晾凉 稍微晾凉后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 3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脱模了 这样做出来的QQ软糖 很Q很弹 而且是纯天然 不添加任何的酸素 也完全可以不加糖 所以呢可以放心做给宝宝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